第一 现在我们刚开始的话是要先准备这个场景 对不对 你刚刚打开是空的没关系 那是要把信封啊跟那个按钮先准备好吗 好那我们来看喔 因为这个信封会打开所以 我们把它拆开来就是 信封的底跟这个上面盖子是分开的 好所以你看一下右手边 打开算是空的你看一下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有个信封 一个信封U就是up的那个部分 up的部分所以 我在这边我把它做两个涂层 这个是信封的底 还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命名 因为以后你再看会比较方便 好那我就把信封这个丢进来 OK 好再增加一个信封 好 点到他丢进来 放好 对不对 还有个按钮 开始钮有没有在这边 这个已经先把你做好了啦 所以你有兴趣你可以点进来看看 反正一样嘛 一般滑入有没有变颜色 然后呢按下 感应区 对吧 那为什么这边感应区 送一个圆圆的 因为那个 这个 有点 应该是有点透明啦 这一部分你看 你看喔 我把它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东西 因为 你有发现 我选起来的 有些地方是空的 就是没有 变这样 一坨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都空的 如果你用这个来当做按感应区的时候会有个情形 当你滑鼠怎么样 移到这里来的时候不会变熟 只有移到红红的上面才会变熟 你就觉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的感应区就会把它填成一坨 这样子这整个区域都算 这样了解 所以有时候你看情况 看情况 不见得说一定永远感应区都是照跟他前面一样的 好 那么 现在就麻烦你 再把这个 按钮 把它放上来 开始 把它放上来 先准备好 OK吗 好 所以我们先来这边 我们先新增一个 先新增一个Action 好 那我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叫他先停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 动作里面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到影格上 嗯 其实像这种比较简单的 你就直接用打的比较快 OK吗 好 直接用 好 加个分号 你若不确定有没有打对 上面有个打勾有没有 如果是自己输入的 就是专家模式的话 点一下有没有 他告诉你说 这个语法上 逻辑上也没有错 好 OK 所以一开始他就停在这边 好停在这边 那我画面行环给你 那来做那个信封 UP这个 要做动画 你要打开怎么打开 是从这边往这边开 对 是不是要用变形工具 自由变形工具 来 但是你有发现中心点在哪 正中间 但是这样就不好用了 还记得我们昨天的蝴蝶啦 所以把它按着 拉到上面来 这样中心点就在这里 你要打开 这样就打开了 这样就打开了 好所以 现在呢 我们就来做看看 我在后面 假设 到这里好了 好在第10格 按键键 是插入关键影格 其他的等一下在 这个 插入影格就好 因为 底没有要做动画嘛 好那 按钮 出现就好了 没错吧 按钮没有做动画 是这个封底 所以我把它拉上来 这样一拉 这样就做好了吗 这样 你如果只有做这样 你会发现 这个要补 这个要哪一种 你看我点到它 点到它 有没有一个框框 所以这中间要移动 了解 但是这样子 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得OK 你看喔 诶 他怎么那么聪明知道往那边跑 然后又回来 你有感觉 到底怪怪吗 诶 好奇怪喔 他怎么会自动往左边跑 他知道这样会有一个立体感 所以 如果说你要像我们这个 一样的 你看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你先做看看 好不好 先试看看 你看看 我们这边如果像刚刚这样做法 你这样一翻上来 从这边这样一翻 本来这样是 假设你用缩放来讲 这个百分之百往下缩 缩到缩到这边是变0 再往上去是变负的 是变负100 那么你只要有中 中间有经过那个0 就有正 转负 有负转正 那它就会出现 不可预期的结果 就是会有像刚刚那种情形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不要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跟那隻魚一樣 在中間怎麼樣 給他兩個 我在這邊插出一個關鍵影格 也就是說你在這邊做的時候 等一下喔 因為這裡已經變掉了 已經變掉了 所以我先把它還原一下 我把這個動畫拿掉 這個關鍵影格我先清掉一下 現在是不是都沒有對不對 就是跟原來一樣 好插入一個關鍵影格 這個中間我也在插出一個關鍵影格 我從這邊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拉到這樣就好了 了解嗎 這樣就不會變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由正變負 所以你看我中間補件動畫 把它補起來 這個他就很乖乖的聽話 有發現了 那麼我到這邊 後面這一格 我就偷偷幫他轉一格 這裡怎麼樣 變成負的 你如果這樣不好選 你把它放開一點 這裡 現在是不是這樣轉過去 先偷偷轉過去嘛 等於說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的 一個 這個都還是正的 這個就是開始就是負的 由負開始到負 那就沒差嘛 沒有這樣子轉換 所以說你這樣子點到這個 移動 好你看一下這邊 然後從這邊過去了對不對 是不是在往 等一下 因為我最後一格我還沒有轉 我是不是要拉上來 最後一格 所以你看這邊從這裡 這裡有沒有這樣打開 兩格你眼睛 白著 白著膩就過了嘛 所以你就不覺得說這裡好像有 就是 不正常 這樣OK嗎 喔 對 最主要就是說你在變形的時候如果有 有正變負的 那個就是要注意 不然你會發現變形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 好 了解 剛剛大概了解這個信封的這個原理都我們現在來看 好 你現在呢把那個 我看 我們增加一個 信件的 信件的那個 塗層 這個就 慢慢會讓各位比較接近 我們好像真正在做 內容一樣 因為場景是空的你要自己安排 好 好 所以我現在來這邊 信件的那個 信 有沒有 把它丟出來囉 好大一張 先把它縮小一下 其實比較大張會原諒的比較好嗎 開玩笑了 比較有誠意一點 那我先把它放在裡面可以吧 等一下我在 我就把信件的動畫先做完 好新的動畫做完那 信件的動畫 你稍微來看一下我把這個 先鎖起來 信件你看喔他是從這邊 慢慢的 移到上面來 移到上面來 轉個圈 有沒有 就轉一圈嘛所以 移上來是一個動畫 轉個圈過來是另外一個動畫 就在這一段 1 2 3 有沒有 就這三段 所以我現在回到這邊來 我現在呢 從這裡 先插入關鍵影格 可以啦 我把它往上移動 好的 移上來了 那到後面的時候 再插入關鍵影格 我要變大然後還要旋轉 對不對 好所以我 先拉到下面來 然後把它放大一點點 放大一點點 放大了 那要旋轉怎麼辦 你記得我們這裡不是有這種工具嗎 不過 它只能管 0到360度小於360度 如果你要轉一圈 是不是等於360 就不能用這個工具 因為要從哪裡 要從移動那邊 還記得 這裡有沒有 移動 這裡不是有一個旋轉嗎 看你要轉哪一個方向 然後幾圈 好那這個一樣 移動 所以你這樣子 信件的這個 就上來 然後呢 再把它轉一下 OK 等一下我們這個影格再往後退就好了 就你先做在 跟它相同的 就是連開信封那個一起 那把畫面先還給你囉 來 現在是把 信件放在 底跟 UP的中間 對不對 好所以說這個會有一個這樣效果 那 現在呢 你想看看 我現在在這邊 一開始 這個打開會不會先看到它 打開的時候是不是 不要看到它對不對 對對對 會看到一部分 那 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要怎麼樣把它遮住 信件 可不可以增加一個塗層 然後把它當作遮射片 可以 好 這個我要當作遮射片的 所以在信件的上面增加一個 好這個叫遮射片 好 那麼 我現在我就不要用信封 我用 用自己畫的 可以嗎 用自己畫的 一樣啊 好 我用被子曲線 我們來畫一個 你看 我要能夠看見性的範圍 是從這裡以上的這個範圍 對不對 才能夠看到所以我現在用被子曲線 我們來畫一下 一點 一點 有啦 畫上來 畫過來 畫下來 結束 啊這裡差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用這個白色箭頭 稍微調整一下點到它 拉上來 把那個角度 射好 反正外面什麼形狀 外曲扭巴都沒關係 好那畫好了之後你看一下喔 這個 它我剛剛有沒有填色 沒有對不對 我沒有填色 所以我來倒個油氣筒 應該是先有比較好啦 對啊 因為你記不記得 遮瑟片 可不可以用線條 我們在做建築物外框的時候啊 我們不是用 也是用這樣畫了嗎 然後是有把它轉換成填色 就是那個原因啊 因為用線條沒有辦法做遮瑟片 所以 你必 必須要用填色才行 如果像我剛剛這樣畫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我現在好了 是把它按右鍵 變成遮瑟片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會發現 在裡面有看到 可是它抬起來那一段 應該是在後面做的 所以待會這個動畫要往後退 了解意思嗎 這個動畫是不是要往後退 對啊 這個動畫要往後退 因為它 開到一半的時候 開到 這裡的時候 才慢慢看到嘛 這樣了解了齁 好 畫面先還給你齁 你先試看看 讓大家看看